接下来这集讲呢 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主题叫决策术 然后在介绍新的方法之前呢 我们介绍一下一些传统的方法 做这个分类跟回归 然后这个ensemble learning 所以我们这个回顾一下 那我们看一个分类的问题 假设说 我们呢用两个指标 第一个呢是你估计的 预算 另外一个特征呢是你的 这个A卡的 这个明星 Celebrity 所以呢我们用一个 二度空间的特征来预算呢 来预测呢 这个电影呢到底会不会热卖 那为什么用两个特征呢 一样 因为呢两个特征可以画图 好我们要预测 如果一个潜在的电影会4 in 2 会落入了三个类别里面 一个叫主流成功 热卖 一个叫评论家选择 就是叫好不叫做 他说这电影很好 但是大家不愿意看 那或者是根本就是失败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所谓的决策数 决策数的一个原理就是做切割 我们呢找一个 我们根据A卡 切割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往下的就是说 A卡这边是少 这边是一个数字哦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哦 这个预算可能是百万 或是千万美金哦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假设A卡的人数是在某一个数字之上 我们切第一次 好所以呢这个明星大明星的数目低跟高 好那各位注意到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这一个所谓的电影里面 总一共有30部 然后呢个别都有10部电影 所以如果你低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一切 有没有看到这边是几部 一部 然后呢这个主流成功有一部 然后失败的有10部 所以这边一共有12部电影 里面一共有几部 11一 那如果你呢明星很多 就是在这条线之上 所以你呢主流成功 哦不是主流成功是下面这个 主流成功有9部 然后呢这个评论家 评论家这个成功 这个有这所谓的这个9部 所以你一共有18部 所以这边有123456789 所以呢你看 为什么我们要用决策数 因为它可以根据你的关键特征 可以视觉化的这个解释 非常的清楚 接下来呢 因为这个12部里面 有10部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就用多数决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就决定了 如果呢你的明星少 那注定了通常会失败 但是各位注意到哦 还是会有两个误判哦 所以呢这两个就导致你的错误 那看右边这个 那右边这个呢 因为两个都是9个 难分难舍 所以我们再给它切一刀 第二个切割 看它预算 如果呢预算在左边就是第一 它就这个评论家成功 8分之8 所以8个都是 所以就预测 它是critical sales 但是如果是你的预算高一点 往右边 你的critical sales呢 这边有10部电影 你就会有一部 然后呢主流成功就有9部 所以10分之9 那因为这边呢主流的成功是比较多 所以你就预测 这个地方呢是主流成功 不过各位注意到哦 这边还是有一部的预测错误哦 所以这边有几个错误 一个错误 两个错误 三个错误 所以什么叫决色数 好 很简单 第一个 假设呢 这个值呢算出来呢 这个值是3.5 好 你看它是大一明星 大一3.5 小一3.5这边 大一3.5右边 第二看到预算 看到这预算是多少钱 假设是这个5000万美金 好 预算高 预测它会主流成功 预算小于5000万 就预测它会这个评论加成功 所以呢 这个决策数的这个决策路径 很清楚 可以根据你的特征来切割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用决策数 而且呢 这个是比类神经非常 比较好的原因 特别是呢 很多的决策呢 决策者希望说 我这个决策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 列神经呢 虽然决策 在所谓的影像视别很成功 但是在很多的关键的应用 基本上呢 它的效果呢 就被接收度呢 就相对比决策数会弱一点 因为决策数很清楚 你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 黑儿子不是 黑儿子就是把全部丢进去 然后特征给它全部加点成除 你怎么做解释 没办法 所以这个呢 就是决策数 热用 虽然它已经很久了 比较老了 但是还是 被常常使用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解释性非常的清楚 好 我们假设我们类别有两个类别 所以它每一个类别的比例呢 就是P跟E-P 因为加起来等于E 好 那分类错误呢 就是你的两个机率最大的E-它 这个什么意思 假设P呢 一个类别呢 是60% 一个是40% 所以我们就选多的那一个类别 所以这是0.6 0.4 选最大的就是0.6 所以E-0.6就是我们的错误 其他一个类别 好 所以这个横轴呢 是你的机率 重轴呢 是你的值 所以这个绿色的部分呢 就是你的错误的机率 什么时候错误机率会最大50% 两个都一样 那你很难猜啊 对不对 猜错的机率当然是50% 那不过呢 这个Masima本身呢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不可以微分 这个地方不可以微分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学过最佳化 把它变成一个最佳化 又可以了 我们令T等于 这个是定义的意思 我们定义这个东西是它 那既然它等于最大 所以我们变成一个限制式 T呢 这个T就变成我们的目标 然后我们一个限制式呢 T会大于P T会大于1-P 所以呢 最佳化可以解决这种 不可以微分的这个问题 那各位注意到 这个图片是来自于这本书 然后这三位呢 就是史丹佛的教授 非常有名 各位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Lussell那个作者 这两个也都很厉害 他们写了非常多经典的论文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Google Scholar的引用 都是数十万十几万非常惊人 那因为他们是统计系的教授 特别他们叫统计学习 我们想要最小化的是这一个 但是因为这个相对比较难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以前研究者就要退而求其次 想 间接的方法 一个呢 叫急拟指数 这个急拟指数跟那个屏幕差距 那个急拟指数不一样 叫急拟index 1-P平方 -1-P平方 所以各位想想看呢 如果呢 你呢 接近两边 你的错误呢 就怎么样 误判的机会就越小 什么时候误判会最大 0.5 喜欢或不喜欢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的这个类别P是你的类别 1-P是另外一个类别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你很确近 越接近这个的话 这两个子越小 所以你的错误力呢 就会 越小 另外一个呢 是很常用 叫Cross Entropy 这个Cross Entropy呢 是 跟所谓的这个 资讯理论 Information Theory 是有关的 这个在 这个电机系 叫通讯里面 是上一学期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 会教你如何 有效的 把资料从A送到B 那这个叫Entropy Entropy 其实来自热力学 这个呢 P呢 是我的类别 然后乘到LogP 然后这个是我的 另外一个类别 然后取LogP 那为什么乘一个负号呢 那为什么乘一个负号呢 因为呢 这个是0到1的数字 取Log 就变成负数 负负得正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当你呢 两个类别最大的时候 你的Entropy 乱度最大 那如果你一个很确定 或是另外一个 是0的时候 你的乱度就很小 所以这是两个常用的类别 这个性能指标 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呢 我们真正的是这一个 但是因为我们退而求其次 用这两个 这是传统的做法 所以之间你可以输到 这是有误差的 所以我们下一次第九章 第九奖 讲的就是说 我们要直接去最小化这一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 最小化 直接最小化的目标 但是我们先 退而求其次 我们这个礼拜 先来讲这两个指标 所以各位呢 现在在用的 所谓是SKLEARM的套件 就是要用这两个指标 我们讲一下它演算法的概念 好 那详细内容呢 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个旧版的资料探勘 里面有这个 花了很很久的时间 去解释一个例子 这个如果是Gini Index的话呢 那算它是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P等于0或等于1 那怎么样 它的Gini Index等于0 代表说它就是会正确的预测 它就是一种类比啊 它没有两种啊 那根据维基分 一次为分 2P的为分等于2 P平方为分变成2P 所以2乘2变成4P 所以一次为0 P等于1 2分之1 这是最佳解 2次为分等于-4 这个为分为0 这个P为分等于1 所以它是一个下凹函数 哦 所以呢 这是来自于维基分啊 也就是说呢 当你P等于1 2分之1的时候呢 这个Gini值 这个引数呢 有最大的乱度 最不容易猜 哦 所以呢 最大的这个哪一个类别去预测的时候 所以你就会产生最大的错误 在我这边呢 这个影片里面呢 我们讲这个介绍C5.0跟Cart 它是用两个指标 一个是Gini 一个是这个Entropy 它呢 也就是说你在做决策数切割的时候呢 它是沿着你在Downward Stage 就是你往下切割的时候呢 它要使得你这个数目越大越好 因为你降低的数目越多 代表你的乱度越小 你的乱度越小 你的乱度越小 你的错误呢 就会越低 哦 这是传统的做法 所以呢 我们用这个来说明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我们的Celebrity 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比如说算出来的是3.5 所以意思说呢 当我们这个3.5 这样一切的时候呢 你切下去 你的错误呢 会最小 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不相信 你把这个线往下切 或是往上移 你就会发现你的错误率呢 就会相对的人就会增加 所以它找到一个切割的线 使得你的那个阶段的错误率呢 会下降最多